那么这款背夹在外观性能与安全性方面的综合表现 会是市面同类产品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选项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最近咱们后台私信区直接开了锅啊 大家都在问 你伙散热器什么时候安排啊 今天它来了 我手上这款是黑莎最近推出的 Fancaro 5 Pro冰封制冷背夹 即半导体制冷高速风扇RGB灯效磁吸安装APP制控于一声 黑莎官方说它还能顺降35摄氏度 听起来确实够猛啊 这一期我们不仅测试还要亲手拆开它的核心架构 把里里歪歪全部摸个透 看看它用的什么制冷片 风扇转速有多猛 电控方案是堆掉还是缩水 咱们数据实测加深度拆解 一次给大家讲明白 认真测材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车斋 散热器第一站 今天正式开打 先来开箱看看外观 黑色的包装 黑莎的logo 散热器实拍图片 黑莎冰封制冷背夹5Pro磁吸版 这是英文的 盒子非常的简洁啊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天地盖的盒子 打开盒子就可以看到散热器加两个背夹 散热器本体固定在这个白色的卡子桌子上面 内部有一张黑莎logo的卡片 产品的多国语言 使用说明书 这个卡桌里面则是放了两个背夹 这个背夹的力度夹起来应该是很紧的 打开盒子里面还有一根数据线 产品的本身 拿到手上 纯点点的 非常有质感啊 这边是5Pro的标识 这边有一个英文的color标识 正面黑莎的logo 这里面应该是一排LED灯啊 这边是Type-C口 这边还有个黑莎的logo 散热器的宽度为64.5毫米 整体厚度30毫米 整体的高度70毫米 散热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307.5克 连配件一起的重量是151克 单散热器的重量108.5克 配套的线材上面有黑莎的logo 长度我量了一下 是1.5米的长度 散热器的背面还有一桩膜 我们把它撕掉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它的外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观部分我们简单看了一下 我们下面就是开始对它进行测试 看看它的智能能力到底有多强 这个背夹上面有一个四分之一的标准接口 这对于拍摄视频的和做直播的朋友来说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直接固定在支架上面 为直播设备或者摄影设备进行散热 散热器使用之前 我们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个黑莎的装备箱 这个软件下载以后 通过蓝牙连接到这个散热器上面 蓝牙配对好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软件里面 有这个冰封智能背夹5pro磁吸版的界面 这上面有灯效设置 性能设置 按键设置 和实验室功能 这个软件的功能非常的简单 很容易上手 大家可以自己亲自去体验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智能背夹 它在各个档位的时候 这个智能板表面的温度的情况 首先就是低档模式 运行了几分钟时间 用热像仪来测试它表面的温度 表面温度约为1.8摄氏度 然后我们再切换到第二个档位 我们再运行几分钟来看看它的温度 运行了大概5分钟左右 它的表面温度我们检测到是零下2.2摄氏度 然后我们再切换到第三个档位 运行了大概5-6分钟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测到它表面的温度 约为零下5.1摄氏度 这个智能能力非常强悍啊 我们再进入第四个档位 也就是超频模式 大概运行了10分钟左右 我们再来测试了它的表面温度 大家看这个热像仪采集出来的图片 表面温度为零下6.3摄氏度啊 这是最强的模式 我们让它运行几分钟 看看是什么样的结果 现在是最高档的强力智能模式啊 这个模式下噪音也大一点 我测了一下它表面的温度为零下7.3摄氏度啊 我刚才清理冰的时候 把这个上面有一点点塑料给它铲破了 看到里面是纸铜的智能片啊 大家千万不要用尖锐的物体去搓它的表面 这一层胶很柔软的会把它搓掉 大家看一下这上面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了 这个冰封5Pro智能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强悍啊 这个黑砂5Pro这么强悍的智能效果 给手机散热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 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来测试 这个产品的测试片 大家都看了它的满功率输出的话 一个小时多一点点 我们夹上这个散热片 看能不能延长它的输出时间 而且我们看一下能够延长多久 就看这个黑砂5Pro够不够厉害 为了让智能片跟这个充电站能够紧密的贴合 我在上面加了一层导热贴 散热器的模式还是最高的模式 这个计时器已经开启了 充电站输出功率是300W 测试效果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这个状态已经运行了1小时39分钟啊 已经比前面测试的时候多运行了半个小时了啊 这个时候我用热像仪测试了一下 这个充电站的壳体温度也就69摄氏度啊 充电口的温度在78摄氏度左右 这个黑砂5Pro确实是厉害啊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已经两个小时零几分钟了 已经足足为这个充电站延长了一个小时的300W的输出能力啊 这个黑砂5Pro确实是够厉害 我们现在测到它的表面温度仅为70.9摄氏度 充电口的核心温度仅为80摄氏度 20多分钟时间仅仅涨了一两度的温度啊 兄弟们看看计时器吧 我啥也不说了 我刚刚采集了两张温度图片 大家来看一下吧 一个小时过去 温度跟上一次测试的温度是差不多的 有黑砂5Pro的加持 这个充电站输出能力 大家说一下 它能够输出多长时间 现在已经三个小时了啊 这个黑砂5散热被夹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友情提醒 手机使用这个黑砂5Pro的话 尽量不要用最高档位 小心把手机动坏了啊 搞不好还要动着你的手 咱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个散热器它的噪音的情况啊 咱们不说话的时候 我这里的环境噪音在45分倍左右 咱们的环境噪音45分倍 开到最高档 噪音也才60分倍左右 可见这个风扇的静音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我们现在来做的就是把这个黑砂全部拆开 看一下内部的电路的情况 咱们也是第一次拆这个散热器啊 走了很多弯路 撬上面的盖子撬不开 最后我发现这个紫铜箔它是粘上去的 滴入解胶机以后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拿下来了 上面是敷的一层柔软的硅胶 智能片和紫铜箔之间有导热的硅脂 有黑砂的logo 还有生产日期2025年5月20号 这是最近生产的啊 然后这周边是4块强磁铁 螺丝这上面有4颗 我们把它卸掉 卸掉以后就可以拿出下面的盖子 这个是它的上盖 刚开始没有找到方法 把这两颗螺丝给撬断了 然后这个是智能模块 而且这上面全部都打了三方七的 这两根细一点的红黑线 它是进行温控的 这里有NTC的记号 然后这两根线就是智能片的供电线 它是加粗的硅胶线啊 这个智能片也是用的散热硅脂 粘在这个散热片上面的 硅脂涂得非常的厚 这个就是它的主板模块 我把胶清理一下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款黑沙5Pro冰封智能背夹 不仅拥有强悍的智能效果 更在硬件设计上满满诚意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内部的核心元器件和电路的架构 首先来看Type-C输入部分 它采用一颗来自深圳惠能态科技的PD电压右片芯片HUSB238 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国产芯片厂商 专注于Type-C接口USB PD通讯等控制芯片的方案 背夹就是靠它来右片高电压进入 而在输入保护方面 电路中配置一颗私印为MA的六角过压保护IC 协同一颗私印为6161的MOS管 共同完成过压过流的防护机制 保证背夹电路的前端安全稳定 整机的核心控制来自一颗私印EP2T开头的MCU芯片 搭配旁边一颗贴面金正用于时钟控制 旁边还有一套完整的蓝牙贴线电路 实现无线遥控调节温度灯效等功能 配套有两颗私印321BK的五角运放芯片 一颗用于制冷供电电路中采样电流信号 另一颗在MOS区域用来处理NTC温度信号 两颗运放参与温度与电流控制 是主控与执行器件之间的重要的神经中枢 制冷片的供电电路由一颗私印GBGHLB的降压控制器芯片 搭配一颗3.3VH的合金电感输出纹压电源 这一部分电路是直接负责将PDU片来的高压 降至TEC智能片所需要的供电电压 两颗私印为3512的六角MOS 不仅负责RGB驱动的功率输出 还与两颗迷你的贴面电感搭配 用于16颗RGB灯珠的电源控制与PWM调光 至于这个智能片本体 黑莎采用了定制的智能片 上面印有黑莎的英文标识 进一步彰显品牌实力与技术积累 配合的散热装置则是经典的骑片式的一体散热器 高效散热确保智能片发挥最佳的性能 散热片搭载一颗静音风扇 采用的是三线控制设计 实现低噪音的同时具备智能调速功能 整个主板采用了黑色层级工艺的PCB 不仅提升了整机的质感 也增强了导电性和抗氧化能力 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事也做了 拆解也拆开了 从这个整体结构来看 这款黑莎5 Pro 智能背夹展现出极高的设计水准 整套电路架构体现出成熟的热管理思路 与电路实现能力 特别是黑色沉浸工艺的PCB 出色的抗氧化能力 对整体电路可靠性与导电性能 有着实实在在的电气保障 在使用建议方面 这款散热器具备较强的智能能力 最高档位下温度低至零下7摄氏度左右 尤其适用于原神 风铁等高负载游戏场景 但也正因如此 如果手机并没有高负载运行 建议不要长期开启 不然手机受动 手也遭罪 这款黑莎5 Pro 并非一款普通的风冷背夹 而更像是一台微型的 主动式热管理设备 对于追求高增运行的手游玩家 内容创作者 或者是极客用户来说 他无疑是一项值得投资的外设 如果你对散热性能 灯光美学 工程设计有较高的要求 那么这款背夹 在外观性能与安全性方面的综合表现 会是市面同类产品中 非常突出的一个选项 测试为了了解 猜是为了真相 认真撤猜 客宽输出 我是李火测猜 感谢各位粉丝 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我才有一直猜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